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说是创了很多的记录 但是他描绘的内容是33年前 釜山事件 而当时是全斗焕执政 全斗焕是他的前任朴正熙 也不是他前任了 是当时韩国30多年前的著名的总统朴正熙 原来做过他的位置 而朴正熙是个独裁者 可是他又是一个被争论的人 他是独裁者 原因就是正是朴正熙自己在主政期间 他透过政变上来 可是韩国成为了亚洲的四小龙之一 而朴正熙自己再次被政变给枪杀 后来几经周折中间经过两任吧 大概是转到了全斗焕 而全斗焕再次延续了这个朴正熙当时的独裁的这种做法 延续独裁的做法 而他目标的敌人是共产主义 是朝鲜 所以一个独裁者把当时的 把共产主义把社会主义当成对他的威胁 而作为当成威胁的时候 把他作为敌人来在当时的韩国实施的那种同样的独裁者 独裁的做法 出现了这个釜山事件 而釜山事件在这个辩护人的主角呢 就是后来的韩国总统卢武璇 而卢武璇自杀了 在总统认为总统认知总统的时候自杀了 这是震惊的事件 那而卢武璇本身就是辩护人里面的男主角 就是当时抗争这个全斗焕独裁体制的那个人 而现在的韩国总统却是当时的这个朴正熙的长女 所以而今天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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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斗焕 包括他家里面的人呢 后来都被这个韩国政府呢 以贪污受贿 以各种罪名的关到监狱里面 所以这是非常特别的故事 影片牵扯到的人物呢 是在过去大概五十年里面 韩国政坛的几个总统都牵扯到近代 那包括后来的金永三 金大中都在其中 而三十多年前呢 我们这批人呢都在大学里 所以当时看到的韩国呢 就是一个独裁的 被共产党描绘的也是一个独裁的体制 因为他所秉行的政策呢 同样是反共产党的 可是他又是一个独裁者 那其中很多对话 我觉得描绘的非常的真实 非常的到位 充满了理想的年轻人 和现实生活当中 那种从艰苦的生活 转为积累的财富 然后受到人性的和良知的 这种对冲突之下 那作为卢武璇 这是原型了 电影里面的记者的原型 他改变了人生之路 走上了政治的路线 而这个所谓走上了政治的路线 都是在维护做人的尊严 和良知的背景之下 被政治的 你记住 是都是在强权的体制之下 为了维护做人的良知 与道德和尊严 而被政治 而独裁者 都是以国家的谜 而作为电影当中 表现出来的釜山事件 同样是针对学生 而今天是5月20号 25年前的今天 在北京实行的 是头一天了 5月19号 宣布了戒严令 北京实行大戒严令 而5月19号 我跟大家说 全北京的人都出来了 全在马路上 包括当时的中央电视台 哪些主播 包括军人 都出来了 唯一没出来的就是 邓小平的儿子 邓普方的抗化公司 和据说当时在中山公园 和这个劳动人民文化宫里面 和中南海里面 和这个人民大会的厂里面 和当时的历史博物馆里面 有很多警察 但是他们没赶出来 那个场面 非常特别的 这边从复兴门 那边到建国门 整个前三门 而且地铁都不要钱 大家随便坐 而整个四周 二环路的中心 全是人 几百万人 那这是值得纪念的了 那与此同时呢 也是在19号这一天 20号这一两天呢 作为赵紫阳 从此消失了 那是他最后的露面 到了这个天安门广场 我们印象中 是22路公共汽车 还是大四路 还是大一路公共汽车 大概就是那种桶子车了 三个门的 他上了那车 讲了那一番话 温家宝陪着他 所以这是 今天的这个时间 是一个历史的痕迹的时间 而最过去的一个星期里面 在中国的环境当中 大范围的抓捕 跟六四有关的人 而围绕着故事呢 我看到这个 沃尔开西写了一篇文章 叫他将一生悲 有一种负罪感 具体的内容 我们也得看 我个人的 就非常理解这种伤痛了 而作为王丹 真假王丹 又出来那么一段故事 所以我的说法就是 这个体制的卑劣 把人弄得那么的残暴 毫无人性 可是他们为了他们自己的孩子 为了他们自己家 个人的利益 以国家的命 以爱国的命 以各种冠冕堂皇的 那种名义 去屠杀具体的人 去监污 侮辱具体的人的尊严 生活在这个土地上的人的尊严 今天持续的 那自然因为这是个特别的日子 有很多人有着同样的回忆 对这件事情的回忆 和那我看到法广 登了一篇文章呢 记者采访了这个赵紫阳的儿子 赵武军 那赵紫阳的儿子赵武军呢 是有这么一番表白 二十五年之后 文章题目这么说 赵紫阳的儿子说 平反父亲不很重要 但对国家很重要 那文章更有趣的就是提到说 二十五年前的今天早晨 全北京城进入了这个戒严状态 李鹏穿着毛氏服装 在电视直播中代表党政军 宣布了这个消息 大戒严 对吧 那当时代表党政军 宣布了戒严的消息 宣布了这样的事情 有什么他怎么去平反赵紫阳呢 这是我的疑问 你作为我个人的认为 如果我是他们家里的人 我觉得如果有这样追寻 这样的平反 是对赵紫阳的侮辱 文章也提到说 就在前一天赵紫阳来到了天门广场 探望了这个学生 提到了我们来晚了 那这句话深具含义 后来人才知道赵紫阳已经失事下台 而在邓小平家中的一个秘密会议上 中共已经做出了首都戒员的决定 在邓小平他们家决定屠杀学生 决定全国戒严 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是邓小平他们家的 今天很多人还在探讨说天门广场死人没有 很多五毛这么说 那意思别地死人 但天门广场没死人 我看过之后我真的不知道 人为什么正为什么人性被摧散之后 为了利益这么去看问题 25年之后赵紫阳的幼子赵武军说 平反赵紫阳对我们一家很不很重要 但对国家很重要 中国历史上太多这些冤案 但终归有一天会水落石出 否则一整代的人们都会问你 这是怎么会发生的 如果你现在说不清楚 就会成为我们国家的耻辱 成为共产党的耻辱 那我觉得赵武军还没有看明白 是对共产党认识不清 我觉得这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今天已经没有平反的资格可能了 今天我依然强调大家 认识这样的问题 今天是每一个人 重新唤醒自己良知的时候 能够要重新恢复自己做人的尊严的时候 因为这个体制在侮辱人 强奸人的尊严 是可杀不可辱 这是中国人的品格 而今天共产党人做的一切都是侮辱 侮辱了所有的人 而在被侮辱的过程中 苟且偷生 得了权势的人 扭过脸来利用共产党 再侮辱他人 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而过去的时间里 十年前 十五年前 他曾经被人 别人这样侮辱 那些人是为了自己的权利 代代相传 侮辱与被侮辱 被扼杀的是整体的所有在这个体制之下的人格 我觉得是这么个成分 文章讲得很长了 再次回复了当时的故事 我个人觉得在后面的时间里会有很多的这样的文章 那我们也跟大家讲明 在六月一号开始 跟大家放另外一个系列片子 就是一些洋人 西方人 记者 学者 在当时六月三号 六月四号 六月五号 在北京 他所看到的故事 包括那样著名的照片 一个坦克人 我们只能叫他坦克人 那个著名的 照那个照片的本人 他陈述当时的故事 我觉得那个片子拍了很长时间 但没有被中国人深刻的认知了 那作为同样在天安门广场 曾经经历过那一幕的人呢 在纽约时报有一个专栏作家 今天依然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 他在今天写了一篇文章 这个人叫祭司导 二十五年前 天安门广场上三轮车夫的眼泪 而他本人二十五年前就在 北京天安门的现场 他说 我一生都不会忘记那位人力车夫 他流着眼泪 蹬着车 拉着一个受了重伤的学生 冲向了医院 远离刚刚用子弹击倒那名学生的士兵们 那位三轮车夫是个勇敢的人 比我更好的人 他给我上了一课 让我永至不忘 当时我们正在天安门广场边的长安街上 六月三号夜里 军队镇压学生的时候 二十五年前的春天 而那场学生运动震撼了全中国 那他说四月中旬到六月初 数百万人抗议 挤满了中国各地上百个城市 他当时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的社长 那场运动令人难忘 最初令人鼓舞因为交织着向往和勇气 我觉得他这段陈述很特别 他说抗议者承认是指那些市民和学生 他们的生活已经得到大幅改善 但他们认为这还不够 他们坚称他们不只要填饱肚子 还要享有权利 二十五年后的今天 依然在奋争着争取着二十五年前那些学生想要得到的权利 迄今为止 那都是我所报道过的最有礼貌的抗议活动 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当时报道说 在西单大街 王府井大街 小偷罢偷 这是他们家报道 电视台里新闻联播播的 这是当时的场面 在推赏着挤过警方的人墙之后 学生游行队伍会停下来 转过身 再三呼喊 谢谢你们公安 有些学生被指定负责 减食在混乱中失去的鞋子 把他们交换给相应的学生和警察 当时在新华门前头 人们都是拿着被告在那睡的 就拿刺刀的那个警察的边上 都是躺着人 那祭司道接着讲 6月3号晚上 部队从几个方向攻入了北京 他们就好像是一支外国军队的 朝着一切移动的东西开枪 在距离天安门广场几英里的地方 一个朋友不到20岁的兄弟被军人击毙 当时他是骑着自行车上班的 文章接着说部队开进城的时候 我跳上了自行车 飞快朝着天安门广场冲去 在那里城群的市民涌到街上 他们试图保护抗议的学生 他们遭到枪击 6月4号的凌晨 最勇敢的人是那些人力车夫 他们蹬着三车车 原本是在北京各处运货用的 每当枪声一停 这些车夫蹬着车冲向军队的方向 运回那些死难和受伤的学生 我刚才跟大家解释了 特别是在前门外头 那一带 大石烂那一带 是有很多三轮车 坐小马门的 在当时在这个廊房一条二条 就是大石烂里面 有什么廊房一条二条 有这样的胡同 里面有很多炼摊的 自己为了运货弄三轮车 那些三轮车最后都用在这方面了 那附近就在东丹公园边上 就是有医院 所以才会出现这种 他看到的这个情况 就是这么个情况 纪四道接着讲 士兵们却不畏所动 甚至会朝试图搬运学生的救护车开枪 但车夫们却把生死支支度外 要给大家放的视频 3月6月1号开始放的里面 就有一个 一段真正的具体的视频 一辆救护车 应该看那样的 是应该从南池的方向 从北京饭店的方向 向天安门广场开 而那个时候 他士兵开枪 把他打在了 那个港楼的位置上 中间有个港楼 那个中间港楼原来对着的 是北京市公安部 北京市公安局 对着的那个大门 那现在我不知道是什么样 那一辆救护车 直接就被打在那 在视频当中就有 但是今天人们寻找真相 所以我还是说那句话 你记住 你如果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 你就别说话 对死者的尊重 是对你的尊重 对死者的侮辱 想想每一个人也都会死的 到时候你怎么办 文章接着讲 他们的勇敢特别令我感动 因为在那春天里 我非常平凡的听人说到 中国还没有做好迎接民主的准备 中国人受教育的程度不够 素质还不高 说这些话的人 借有中共官员 也有外国人 而民主往往更牢固的扎根于 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社会 这一点倒是不假 我们要的是做人的尊严 任何一个制度 任何一个社会 它的义务是维护人的尊严 而不是把人当猪一样管起来 告诉人怎么干 那告诉人怎么干的 那个人他是人吗 他有什么资格去告诉别人呢 这是疑问 我相信朋友能明白我说的意思 他接着讲 然而我清楚的记得一位板爷 他叫一名车夫辣 身材魁梧穿着T恤 连高中学历都没有 然而他是何懂的英勇 当他冲过去搬起一具尸体时 他说我不自觉的屏住了呼吸 生怕他会中弹而亡 他把那个年轻小伙子 放在车斗里面拼命朝我们方向骑回来 他脸上流淌着眼泪 面对这种环境 其实让我想起来 这个大家要去看《辩护人》这个影片 里面的卢武璇的原型 后来的韩国总统 那他当时是一个只知挣钱的一个律师 他为了挣钱 他绞尽了脑汁 很聪明 他也确实挣了钱 但是当他的良知被触动的时候 被那个年轻的孩子和他的母亲 开小店的母亲触动的时候 他自己决定的那一 决定的做法的时候 他的助手跟他说 从今天开始 是你自己把你一生的美好给踹没了 今天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当中 有多少这样的拥有着 为了一生的美好苟且偷生 出卖自己的尊严 这是真的有一笔 尊严是看不着的 尊严付出代价 在这个体制之下 他接着讲 他看到了我 见到我是个外国人 突然转过身 在经过我身边时放慢了速度 让我能够见证 中共当局的所作所为 这是一个可怕的夜晚 我不记得他的原话 不过大意是 我应该把这里发生的事情 告诉全世界 他说当然 他不能很好地说出民主的定义 但是他为民主冒了生命危险 我个人认为 基斯道到现在也没人清楚 他未必是为了民主 他是为了做人的尊严 超越于民主本身 民主是个制度的形式 做人的尊严是与天地同在 这是做人不能更换的东西 所以站在社会的层面 人的层面去看 你可以把它解释成民主 但那仅仅是个形式 最关键的问题 人要有尊严人性道德 这是不能动的 但是今天的人们丧失了 他紧接讲 四分之一的世纪过去了 长安街沿途建筑物上的 弹孔已经被修补了 历史同样遭到了粉饰 他说但有一次 当我提到六四大屠杀时 一名中国大学生 疑惑地看着我 让我深感震惊 原来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此事 在这个我们将要放的影片当中 有一段故事 记者找来了四名是三名 北京大学的学生 给他拿出来挡坦克的照片 那四位或者三位北京大学的学生 竟然有说这有说那 不知道那是什么 可能他是故意的 给我的感觉可能他是故意的 他不想触及这个问题 为了保护自己 也可能他真的不知道 但是你要明 我想说 无论他是故意的 或者真的不知道 这个社会的 今天所营造的氛围 营造的恐惧 是侮辱人的尊严和良知的 才会造成 今天的北京大学生 有这样的直接的表现 当一个人的尊严丧失了 人的人性都无法正常表达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不是人的社会 这就叫魔鬼 文章的最后 他就写得很特别和直接 那个板爷可能到现在 也没有投票权 可能他的孩子上了大学 中国可能进步了 人们都看到了 但是人的尊严 不仅仅需要填满肚子 还需要权力 所以祭司道在最后 他也提到尊严 人的尊严是不容侵犯 中国正在变得繁荣昌盛 我觉得这个繁荣昌盛 应该是嫖娼的昌 这个大家都会认可了 繁荣那样的昌盛 就是一切以扼杀人的尊严 作为今天繁荣的一个代价 和繁荣的方式 这就是当所有人都看明白的时候 那就是崩溃的年代 所以我跟大家讲的概念 就是拒绝邪恶的概念 在今天的环境当中 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也提到说 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 中产阶级在形成之中 我自己认为呢 受过良好的教育的阶层 在形成过程中 同样共产党的洗脑 也在过程中 所以这是难处 公众参与诉求将会提高 从波兰到韩国 那民主运动 我曾经报过很多 我相信有一天 就在天安门广场上 我们可以在一座纪念碑前 表达对当晚死难者的敬意 我希望那座纪念碑 会是一尊人力车夫的雕像 那文章就结束了 他讲的是北京板爷 那我们也跟大家讲 在当天的时候呢 在北京大概有三百辆 一脚踹死的快摩托车 在那一段时间里面 围绕着北京二环和三环 主要是二环 在报道着传递着说 军人到哪了 其实我自己认为 最大的意义就是真相 每一个人获取真相 是对我们做人的尊重 今天我们无法获得真相 就是今天中共当局本身 对每一个中国人的侮辱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